因为迅悔必出于息安 救恩出于息安 那个托拉那个村正的教导会出来 所以我们会拉着他的那个 衣经有没有 那时候外邦人就拉着 说再教导我们一些 再教导我们一些 ok 这个时候就是 以色列人 跟我们外邦教会 互相祝福的时候 这个时刻 因为纳奥米 你用路德记角度来看 纳奥米已经回到 以色列了 ok 路德也跟他回去了 路德就是我们嘛 外邦嘛 外邦教会 Genthal Church 那回去以后 那个路德是怎么去爱纳奥米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纳奥米又是怎么去开启路德的 以至于他们是这么样这个 互相祝福的 甚至说路德所生的那个女 生出来那个儿子 还归给 那个纳奥米 所以为什么说 纳奥米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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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祝福到这个 外邦的教会 因着耶稣基督的爱 就很愿意这样子来祝福 祝福以色列人 现在就这种说 可是不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路德是怎么能够嫁给波阿斯的 如果不是纳奥米去开启他 叫他那一天去躺在那里 然后跟他讲那一句话 跟波阿斯讲那一句话 求你把你的衣襟遮盖我 I mean 我们外邦的 what is that 所以很多的解经把它解成什么 包括sex的含义啊 又什么 乱去讲了一堆 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 那个衣襟啊 衣襟就是指你的authority 因为那个 所以为什么保罗 扫 不是保罗 大卫 把那个扫罗的衣襟给 有没有 这里啊 还有这个衣襟啊 全部把它割除掉 就是他的authority 的意思 领袖 好像我们中文的领袖 不然这割掉就不是领袖 你知道 你都没有那个authority 没有权柄 所以你要 他是要他 来遮盖他 你知道 把他take it under他的cover 在他的遮盖之下 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 用摩西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 就是说 因为他 波阿斯是 那个 他的kingsman redeemer 有没有 叫做goel kingsman redeemer 就是救赎主 但是这救赎主 不是叫做 近亲救赎主 还有一个kingsman 因为跟他有血缘关系 所以叫近亲救赎者 你如果不是这个关系 你还没有 全力去执行这个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去要 要求他来尽这个义务 ok 所以这照摩西的律法规定 那 所以那个时候 拿奥米去交代路德 路德 也不是真的很清楚 这怎么一回事 就照这样做 就嫁给波阿斯了 那时候一做八道波阿斯就是 马上给他六捆大麦 然后让他背回家 一背回去的时候 奇怪 拿奥米一看到六捆大麦 就马上就跟他讲 就知道好像两个都有暗号 你知道吗 都不用讲话 secret message 然后路德可能很高兴 扛了六捆回去 他不想知道六捆是secret message 所以拿奥米一看就说 你放心 女儿啊你放心 今天这个人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办成 他绝不罢休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代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路德跟拿奥米 互相祝福的时代 就是 This is beautiful Alright 好 嗯